我是四哥 我在慈禧 我在宁波 我在慈禧即将开业的 五行街 新河坊 这边 我发现今天这边啊 很多店铺都已经 差不多开业了 那你们看这边大概什么情况 上次来这边的时候啊 大概是十天前 很多店铺还没开业 今天啊 基本上已经装机完毕了 但你们看这家 哎 装修还是非常的 少女心的 这种风格 左边是三星专卖店 旁边是小米 现在工人们啊 正在进行最后的 紧张的施工当中 好像据他们说是 明天就要开业了 不知道能不能 正常开业 明天就12月12号 这边到这个华为 装卖店了 给你们看看这个车已经到位了 问G M7已经到位了 好像还差一辆最新款的 字节S7 这个 问G M7 这边就是整个新二房的主入口了 这边新马克 正在进行最后的布置当中 然后这边就是 华为卖手机的地方 授权体验店 前面是 工作人员正在调试 最后的音响效果 这边是一群领导 感觉12月2号就要开业了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这边有一家M7的咖啡 我准备去找点吃的 看能不能找到点吃的 这边有一个大型的舞台 上大开业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M7的也装修完毕了 工作人员已经到位了 这就是新和房目前的现状了 给你们看中间这个绿植 这个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 现在已经种好了 这地上也重洗过了 比之前干净多了 新和房 14号楼 这边的楼栋栋树有点多 在往这个方向走 主要是一些服装店 GXG MLB 还有 太平鸟 一直走到底 就是 Tim's Coffee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附带的商场 不知道那个商场里面大概今天什么情况 准备去看一下 堂纸甜品 已经装修完毕了 这个纹幕好像也是服装店 这个装修设计的非常 给力啊 我觉得 这个色调 绿色的 这边的电梯也已经 运行当中 正在进行最后的擦拭 波斯登 已经摆上了这个开业的 这个线花 我感觉这边以后这个人气还是可以的 毕竟这个离市中心也不成远 而且这边的店铺还挺多的 好力来 也已经装修好了 非常nice 这个是网红蛋糕店 但是好力来 现在在大城市里面的 这个生意啊 我感觉不是很好 不知道慈禧这边能不能开起来 反正是慈禧首家 应该也是鱼慈首家 鱼要也没有好力来 这边营业员小姐姐都非常漂亮 你们开业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他们招人的标准很高的 努比达小店 正在进行撕除这个 布条 好前面就是这个 清河坊的 商场了 我准备进去光雅 走 这一家man的咖啡 是我见过最大的一家了 外面放了这么多 座椅 派头搞得比星巴克还大 这边就是好力来 旁边是一家 发展应该是一个 酒馆还是什么 好的 现在我准备进入到这商场 清河坊的商场 旁边是 万年普遍的肯德基 准备进去看看里面 大概什么情况 上次我来这里啊 有一个 这个粉丝说我没有走到楼上 准备今天去楼上 带你们看下这个 大概一个什么情况 今天我感觉这个标准已经 完全可以正式营业了 这家店也开业了 准备从这楼梯走上去 给你们拍下这个 清河坊的这个 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外面有一个这么长的步行机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比较大的商场 我现在是在二楼 三楼好像有这个和福捞面 然后准备去吃一碗和福捞面算了 因为好像餐饮店铺啊 没有完全开业 所以我感觉 我可能不是很容易找到吃 这边就走到这个中庭了 就在这里给你们拍下了 这边是 新的房的中庭了 总共只有三楼 这个四楼上面好像没什么东西现在 重庆江湖菜扛靶子 大锅米线 好的 我已经来到三楼了 给你们拍下整体的 看了一个效果 这个电器啊 感觉非常多 上来这边非常容易 这边就是一个韩式的大排档 还有一个冒菜 牛肉冒菜 这边就是重庆江湖菜 都感觉都有点辣 如果你不是很能吃辣的话 我感觉 你在这里啊 可能 不是很想吃 而且我感觉慈禧人 应该也不是很能吃辣 这个方向 不知道还有些什么点 准备过去看一下 就那个方向 路边有一家烤肉点肉三两 又已经开了一家了 这个应该是慈禧首家吧 我应该没有说错吧 东北站 这边已经没什么店了 只有一家绿茶了 绿茶的产品 还没开业 披萨店 我准备去 搞点 喝葫萨店吃一下 因为我一个人啊 吃不下这个烤肉 这三楼这边 整体店也不多 不是很多 大概十家左右 好的 视频就给你们拍到这里吧 这就是 自己的新闻房 目前现状 我准备丢了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